2月25号中午11点半 台北文山区邻里活动餐序 民众直击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在里长陪同下逐桌聊天致意 黄珊珊不止脸上没戴口罩 拿着杯子逐桌敬酒 更是已经违反防疫规定 因为2月25号台北市府规定 跑摊禁止逐桌敬酒 而四个小时后黄珊珊现身防疫记者会 才跟着柯文哲宣布三月逐步解封 黄珊珊早了四天的偷跑敬酒 跟黄珊珊在同一场餐序 前后抵达的民众党议员参选人 被问到状况也尴尬 主持者 这种状况确实是不太适合 主长台北市防疫重折的黄珊珊 竟然带头违规蓝绿议员炮声连连 你身为一个副总指挥官 是不是应该要带头做好榜样 当你有魏普先知 柯文哲想要放宽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等到放宽完 公布完你再开始有所行动 只准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两套标准就是宽宜待己 也女律人 我觉得这个说不过去 黄珊珊办公室澄清 杯中午是无糖绿茶不是酒 当天因为里长邀约打招呼 盛情难却 没戴上口罩 不好示范向外界致歉 只是黄珊珊身长北市防疫副指挥官 重责却提早四天为解封 难免落人话柄 三十文李威廷 从台北中报导